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天的影片已和大家分享一下 题目是Custom Acquisition 收购成本 我会利用一题 HKICPA 香港会计施工会历介事提部分内容 Module B Corporate Financing 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类型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以下的题目 题目是有间DBA Bank计划收购另一间公司 Fintech 一间银行 用了900个Million 即是9亿个Shares 去换取所有这间公司 Fintech 这间公司的股份 换言之 即是收购DBA 这间 Bank 收购Fintech 这间 Bank 发行新的股份 9亿个Shares 去收购所有股份 Fintech 这间 Bank DBA 这间 Bank 在2004年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而另外Fintech 这间 Bank 在2014年 亦都在香港交易 HK Stock Exchange 上市 而这两间 Bank Bank 没有任何債务 换言之 这两间 Bank 营运间公司 亦都是用 All Equity Financing 以下是两间公司的分别的 财务报表 在截止到2017年3月31日 DBA 这间 Bank 在3月31日 2017年的股价是 每股是港币19元 而它发行的Shares股票 是1.9个Billion 即是发行了19亿的股票 而它的Total Earnings 每一年是赚到2.1个Billion 而另外Fintech 这间 Bank 每股的股价是港币79元 而发行的Shares股票 是190个Million 即是一亿九千万的Shares Outstanding 而另外它的Total Earnings 赚到的Earnings 在2017年3月31日 就是1.9个Billion 题目要求要计算出 收购的成本 收购Fintech 这间 Bank 的成本 相对DBA Bank 要用多少成本 如果两间 Bank 合併了之后 的总价值是 港币59个Billion 即是590亿港币 换言之 即是DBA 这个 Bank 收购Fintech 这个 Bank 合併了之后 要用多少成本 去收购这间公司 Fintech 收购后 的总价值 两间公司加起来的总价值 港币59个Billion 这条题目要计算收购总成本 或者收购的cost 先要计算收购后 发行了多少的 share outstanding 然后也要知道收购后的总价值 可以知道收购后每一股 反映了多少的share price 或者stock price 然后再计算 发行了这90个Billion 即是 share 值多少钱 就知道等于这个cost of acquisition 首先 看看收购后的share outstanding 有多少 share 原先DBA Bank 这间公司 是1.9个Billion 就是0.9个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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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换言之 那换言之 在这里 就是2.8个Billion 收购后的share outstanding 另外收购后的总价值 那就可以知道 两个数换 就知道收购后的总价值 是0.9个Billion 就是0.9个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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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就是每股 计算出 港币21.07每股 因为题目在这里指出了两间bank都没有任何的debt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将 merger total value 除以 share outstanding 就可以知道每股值多少钱了 知道每股值多少钱之后 在这里就可以找出 收购成本或者cost of merger 值多少钱了 要用多少钱了 因为收购后之后 整间公司值每股 港币21.07每股 而在这里 DBA这间公司 用了900个million 去收购fintech这间bank 换言之在这里 收购后的每股21.7 就可以乘回 900个million 我在这里化回0.9个billion 就是这个数 成员之后 得出的数字是港币 18.96个billion 换言之 收购的总成本 是18.96个billion 这条题目同学要注意三点 第一点就是要找出 收购后的 total shares outstanding 第二要找出收购后的总价值 在这条题目直接给你了 第三点就是要找出这间公司有没有debt 在这条题目没有debt 如果没有debt的情况下 那就可以将 合并了之后的 total value 合并了之后两间公司的总价值 就随一随 收购后的收购后的 serve outstanding发行总数的股价 股 number of shares 随一随便知道每股值多少钱 而知道每股值多少钱之后 就可以用回这个每股值多少钱 用当时DBA这间公司 用多少新的发行股票 就可以乘一乘之后 就等于收购的总成本了 这条题目相对地比较直接 去问大家收购的总成本 题目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